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的还是心酸和苦涩 也因此 女人更要懂得爱惜自己 不要让婚姻成为自己幸福的牢笼 一 脾气暴躁 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 每个人都会有无法控制情绪的时候 但婚姻不是一种发泄 有一种男人 自己在外面没有什么本事 回到家就会对老婆指手画脚 依次来找回在外面丢失的自尊心 和这种男人在一起 你的婚姻生活需要过得小心翼翼 因为你有任何小事做得不符合她的心意 她就会对你大发雷霆 她本身脾气就不好 加上不愿意包容体谅你 所以你们的婚姻都是在争吵中度过 那这样的婚姻又有什么意思呢 二 从来没有帮你分担过家务结婚后 家庭更应该是两个人的责任 没有人规定女人就理所当然地承担所有的家务 如果一个男人和你结婚后 从来没有主动做过一次家务 而每次你让他做家务的时候 他就百般推辞 故意逃避 甚至还对你大发雷霆 觉得家务就应该是女人的分内之事 这种男人不仅没有家庭责任感 而且也不懂得心疼体贴你 你也要工作 你也想一回家就躺在床上休息 而他也不是没有时间 他就是不愿意帮你 如果你嫁给了他 就只是要为他操劳 那这场婚姻又有什么意思呢 三 很少时间陪你 如果结婚后 他宁愿和朋友出去玩 也不愿意陪你说一句话 他宁愿抱着手机玩游戏 也不愿意陪你出去走走 你在他心里排到了末位 一遇到事情他只会选择牺牲你 每次你回到家 永远都是一片黑暗 他可以潇洒到凌晨才归来 而你却必须得每天晚上独守空房 对待女人最好的爱就是陪伴 如果他连最基础的陪伴和关心都不能给你的话 或许一个人的日子才更加自由轻松吧 四 在家庭关系中选择牺牲你结婚后 很可能你的出现并没有获得他父母的支持 婆媳关系向来是中国家庭的难题 可说到底处理的好不好都和男人有直接关系 如果男人能承担起这份责任 那即使婆婆在刻薄 也会看待男人的面子上适当收敛 可如果一个男人 对婆媳关系采取是不关己和回避的态度 每次你们发生冲突 他只会毫不在意的劝你忍让 拿出长辈和小辈的伦理关系压制你 于是你的一次又一次隐忍换来了他们的变本加厉 你在这场委屈求全的婚姻中遍体鳞伤 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情书总结 结婚后 频繁做这次见识的男人 比出轨还伤人 那婚姻又有什么意思呢 很多女人不愿意走到离婚这一步 很多时候是因为有太多的顾及 但是人生在世 短短数十年 那些顾及和你的幸福相比微不足道 如 果连你自己都不懂得爱自己 又有谁会来爱你呢